北京时间7月27日,在国际冠军杯比赛中,黄马迎战西甲斯迪马进,结果他们以3比7惨败给对手,遭遇了一场耻辱性的势力。 此一刚开始几十秒,科斯塔就靠个人能力,在进进区内镜射破门,这个进球也拉开了马进狂欢的序幕。 几分钟之后,新元菲利克斯包抄破门,为球队扩大了比分。 随后科斯塔传射建功,半场结束马进,以5比0领先黄马。 下半场刚开始几分钟,科斯塔又单刀挑射破门,个人上演大四喜,帮助马进以6比0领先对手。 随后阿扎尔边路突破助攻那桥破门,为黄马打进挽回掩面的一球,不过仅仅过了11分钟,黄马又被打脸,比托洛在中场带球长区直入一条龙破门,将黄马一众巨星细耍,最终帮助马进,将比分改写为7比1。 在比赛最后时刻,本泽马等人连续两球,但是黄马依然以3比7坦败。 值得一提的是,第62分钟卡瓦哈尔对勒马尔严重犯规,看不过眼的科斯塔马上动手,结果双方都被红牌罚下,哪怕只是一场热身赛,激烈程度也不在于欧冠决赛。 之前马进连续在欧冠决赛中输给黄马,如今这场史诗集大胜之后,相信什么仇都报了。 在本场比赛中,黄马可以说输得体无完肤,他们的防线在对手面前形同虚设,几乎每一次进攻,马进都能够指导黄龙,让黄马的门将手忙脚乱。 相比之下,黄马的进攻则非常低迷,无论阿扎尔和约卫奇等新员,还是本泽马和贝尔等黄马老成,表现都非常一般,这些巨星级的球员,对于本场惨败,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 接下来,开始了。